Hello 大家好 歡迎多個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2月21日 香港新增8宗輸入性個案 在下一則的消息 和大家看看香港的特首選戰 有媒體的專欄就指出 說隨著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上京述職 另一位特首業滿人選梁振英都會飛去北京 兩人前後腳上京的舉動 估計對即將來臨的特首選舉戰 有著相當啓示 另外亦有說 有資深建制派人士分析 中央近年來主打國際線 在國際衣衛界具有滑船經驗 而且人脈甚廣的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鳳虎珍 無疑是能夠擔當國際橋樑的角色 是特首選戰當中的國際級黑馬 而且香港政圈一直是前特首董建華 有著超然的加持力 而剛好陳鳳虎珍將在下個月的7日 就出席由董建華牽頭創立的 團結香港基金所舉行的演講 再加上陳鳳虎珍近月忽然間 在香港活躍 多次出席公開活動 早前被問到會不會參選特首的時候 然後未有回應 十分耐人尋味 這樣說的 Simon看了一系列的報道 都真的開始要想想 陳鳳虎珍會不會真的會成為特首選戰的國際級黑馬呢 之後就很簡單上網查一下資料 我發現有一則報道 早在2019年那時黑暴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很值得大家這個時候去看一看 當時在2019年9月21日 陳鳳虎珍就對香港社會事件發表講話 報道說陳鳳虎珍在觀察當中 說如今香港局勢正在出現一些積極的變化 但情況依舊複雜嚴峻 有人向警察投擲燃燒彈 有人在機場騷擾普通乘客 甚至發生過幾次毆打記者、旅客的情況 他還說到 這些人的所作所為 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法律制度之下 都是暴力犯罪 他就認為 現在已經到了要維護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關頭 報道後還說到 2019年8月 港澳辦和中聯辦在深圳共同舉辦 香港局勢座談會 當時陳鳳虎珍就表示 當時每一個參會者也完全同意 眼下的眾中之眾 頭等大使就是依法止暴制亂 還說到 畢竟誰願意眼白白看著自己家園被毀掉呢? 我相信沒有一個因 到底怎樣才能止暴制亂呢? 陳鳳虎珍還表示 就是每一個因都要挺身而出 通過各種的渠道 對暴力和動亂說不 站出來守護我們的家園 就是要支持特首撐警察 因為只有香港特區政府 才能夠依法治港止暴制亂 讓香港盡快恢復穩定 回歸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政途 他還說到 只有心平氣和的對話才能夠找出解決方法 陳鳳虎珍就指出 現在香港需要的是對話 而不是對抗 他就講述了自己在世衛組織的經歷 還說到 我的經歷告訴我 對話是解決一切紛爭 尋求最優解決方案的不宜法寶 陳鳳虎珍是在世衛組織工作了14年 是第一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中國人 他就表示 在世衛組織194個會員國都在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 那麼多的國家各有不同的立場 如何尋求共識找出方案呢 就是通過對話 陳鳳虎珍就認為 香港地區也都絕對可以通過對話來達成社會共識 這裏可以讓大家看到的陳鳳虎珍是我們中國第一位擔任世衛總幹事的人 他最後還表示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就算有著不同的意見 也都一定要遵守法律 通過對話 找出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方案 如果只有對罵 拒絕對話的話 如何達成社會共識呢 報道大概就來到這裏 這裏可以讓大家看到的陳鳳虎珍是我們中國第一位擔任世衛總幹事的人 如何處理194個會員國的各自不同立場情況之下 如何尋求共識 這個工作經驗毫無疑問 將會是如果他要參選特首的話 最大的一張優勢牌之一 套用在香港的話 其實就是如何處理或者修補社會撕裂 確實也是香港需要的 世衛經驗對他處理疫情方面可能又有額外的加分 除了世衛經驗的龐大加分之外 三民還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大家留意到 留不留意到這個報道呢 其實是說2019年的8月份 9月份的事情 大家可能在整個黑暴事件裡面都會聽到一個 講法 叫做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 或者各種不同的反對暴力的聲音 對不對 但是 你回憶一下 2019年8月份 9月份 沒有這種聲音 當時大概就是 反對黑暴那些就會被人攻擊 侮辱等等 Simon比較有記憶的就是 例如一位年輕的媽媽 帶著女兒 應該是路過隧道還是地鐵站 清理那些連儂牆 被那群黃絲侮辱攻擊 還有罵她的女兒等等 那個時候 其實簡單來說 叫普通人被人打到傻了 而陳馮富珍 陳馮富珍當時就已經明確指出幾個重點 那群人做的是暴力犯罪行為 已經去到一個底線的重要關口 頭等大使是要依法止暴制亂 是在8月份、9月份左右所說出來 其實這個時間點 比起很多人已經說得早很多 好了 在下一則的消息 在當地時間20號 英國媒體就爆料了一張照片出來 講到當時英國正在實行嚴格的防控措施 關閉學校、酒吧和餐廳都要停業 人與人之間需要保持兩米的社交距離 而爆料的照片就看到首相約翰遜 在去年新冠疫情封城期間 卻起首相府的花園和十幾人聚會 懷疑違反防疫規定 但是首相府發言人就堅持 他們當時在召開工作會議地說 據悉這個也不是約翰遜第一次被指控不遵守防疫規定 在上個月英國媒體也表示 同時在去年12月18號 唐寧街10號曾經舉辦過一場聖誕聯歡會 對此約翰遜在12月8號公開道歉 但是還說Party是未有違反防疫規定地說 對於約翰遜的行為 英國工黨的副黨灰就形容 約翰遜這樣是兜巴打英國的公眾的 首相一再向我們表明 他根本不尊重他為我們以及其他人所制定的規則 當我們其他人最近才開始每天可以散步一次的時候 他卻起首相府喝酒開Party直到深夜的 另一方面 英國一項關於英國民主狀況的最新民條也顯示 自約翰遜擔任首相以來 英國民眾對於政客的信任度是急劇下降的 越來越多人認為 政客們都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而不是為國家的利益作出考慮的 在下側的消息 颱風雷伊來到香港已經消散 但是菲律賓就沒那麼幸運 在當地時間16號 菲律賓遭遇今年最強颱風之一雷伊 帶來大風、強雨並且引發洪水 受災人數超過118萬 菲律賓國家警察就表示 颱風雷伊已經造成375人死亡 500人受傷 另外還有50多人失蹤 對此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就表示 為幫助菲律賓政府和當地民眾應對災情 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緊急酬組食品包 發往受災地區 以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另外中國政府捐贈給菲律賓政府的大米已經混底菲律賓 大使還表示中方將會盡最大的努力 繼續支持菲律賓政府和民眾的救災工作 祝願所有災區民眾能夠戰勝目前的困難 早日恢復正常生活並且重建家園 在下一則消息 在當地時間21日 美國多間媒體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 在新冠疫情示弱 通脹居高不下 還要立法議程 停滯不前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再度下滑 已經跌到41% 這也是他自己在這項民調當中的最差一次表現 報道當中有說到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就警告 如果美國人不再注意這個防疫 那麼今次的這個冬天 美國每日新增確診可能會達到每日100萬宗 他還說到非常擔憂醫療系統所面臨的壓力 就說到 我知道大家都已經對這個病毒厭倦了 我都是 但是病毒卻沒有厭倦我們 另一方面 推動拜登的1.75萬億美元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 一直是被國會民主黨人視為今年最重要的立法事項 由於目前參議院50對50的局面 意味著必須所有民主黨人都同意法案才能夠通過 但是有一位美國民主黨的參議員 在19號公開倒戈 不支持規模1.75萬億美元的重建美好法案 這個關鍵一票的倒戈對總統拜登這一項重大法案 可以說是致命一擊的 對於這一則的消息 梁振英先生都有評論說到 美式民主解決不了民生問題的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